晚上 这事就这么了结了 你必须配合我 疯人法院不判 道子 你先操心你自己行李 王源会到法庭上来吗 我不知道 他得来 他来 他来你更得争取无罪 撤 行了 你怎么说就怎么办 晓冬了 那个刀子在法庭上一翻供指认小雨 你就是再想往下瞒也是瞒不住的 这么说 萧宁已经跟刀子商量好了 在最后法庭量刑的截乎眼上 谁也不会没罪 还把死罪往身上揽吧 这个刀子 要到法庭上指认小雨 还能指认谁 萧宁本来还想和我一起跟你见上一面呢 干什么 她想劝你不要再替小雨死扛了 免得在法庭上跟你对质起来 麻烦你告诉她一声 这个面甭见了 我不会跟她对质 那咱们就说好了 对不起 事情早结束早安稳 总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 乌刚他心里也不踏实 再说了 下个月省市有关领导要到公司来视察 总不能一把手出事了 没人接待吧 行 放心吧 说好了 那好 那我走了 走吧 我们可说定了 走 我们可以走 来点 走啊 走走走走走 走开 快用分层次带处理器 超大容量的硬盘 充足的内存 取机送送温多斯两天半工软件 众马车向头可清晰录起操场影像 永久保留在您的地上机硬盘里 奔纯不再处理 你怎么回来了 您盘呢 马上就要开庭了 把听传唤我和余彪的厅上作证 可算有人护着你 是 明天我让余彪给你两百万 行吗 萧宁跟刀子谈了 人是萧宇误杀的 你得钱 大家得太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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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啥好说的 我想请法庭和素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案发现场是在吴家后院 吴家当时正在举办寿宴 王小柱作为一个外人 目击证人都是与吴家有关的 那么旁证对于王小柱来说是否客观公正呢 审判长 公安机关的结案材料上已经清清楚楚写上 我正是基于结案材料提出的疑点交由法庭裁决考虑 请被告辩护人继续陈述 第二 吴刚参与侦查此案 吴刚是吴天宇的儿子 据处方所说 案发当天 王小柱和张长青误闯了吴家 相互斗殴致死张长青 这一点看来 吴刚参与侦破此案毫无意义 可是如果说张长青的死另有其因呢 这一点请和一婷参考我前面说的第一点联合起来考虑 第三 王小柱也并非是一个闯入者 他和吴家的保姆王燕 曾在八年前有过一段短暂的感情 第四 案发之后结案之前 吴家三子吴宇曾去二医院和王小柱有过接触 我相信这次接触 素方已经有过大量的调查 并且将调查的结果成交法庭 那么我想提出的疑问是 王小柱既然在吴家杀的是与吴家无关的人 那么吴宇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会去找王小柱寻仇呢 吴宇从小就有精神病史 医疗部门已经证明他精神失常 我完全相信医疗部门所做出的证明 而且我本人也去医疗部门做过咨询 吴宇的精神方面属于兼发性的精神失常 极其容易受到外部的刺激而暴怒 在他二十多年的生命中 我不知道他发病过多少回 但是我只关心这一次 与本案相关的这一次 吴宇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刺激导致他有如此反应呢 被告代理人有意识案情复杂 其实这个案子非常简单明了 简单到什么程度 被告王小柱性格暴躁 生性残狠 八年前就因为三个人多看了王彦几眼 他就将三个人全部殴打致残 出狱以后他的狱友张长青尾随他到了吴家 张长青呢也是一个强奸抢劫的惯犯 他对王彦动手动脚 王小柱一怒之下就将其杀死 那这个时候吴宇在干什么呢 我的事实可能比公诉方稍微复杂一点 在王小柱长达八年的牢狱生涯中 王彦已经渐渐地忘却了这个性格暴躁的人 而另一个性格暴躁的人爱上了他 这个人就是吴宇 四月一号张长青确实有侮辱王彦 可是打死张长青的人是吴宇 可能王小柱也想置他于死地 可是这一次被吴宇抢先了一步 所以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 吴宇总 吴宇总 这个孝宁啊 是铁了心要对刀子打赢这官司的 这个女人当初真不应该找她 那 那到底是刀子还是小雨啊 这人准备上庭 好的 在我的证人上庭之前 我想就辩护人的辩护词问几个问题 同时呢 请何以清注意 可以 首先呢 我非常敬佩辩护人 带着明显的感情色彩的敬业态度 但是法庭的规矩 是以事实为证据 以法律为准生 就是公安机关办案也讲究事实证据 你的辩护词涉及到案发之前和案发之后 恰恰没有向何以清提供案发的过程 充其量也是主观异端 而我这里呢 不但有整个案发的过程 还有真实确凿的四份证词 吴雷 吴雨 于彪 王小柱 这案发现场的四个人 口述 笔录 一致证明 王小柱杀人 都是伪证 好 假设杀人者是吴雨 于彪 吴雷 还有吴雨的伪证成立 那么王小柱三次口供 对杀人事件供认不讳 请问有这样的伪证吗 当然 那就说明被告已经做好了 在法庭上撒谎翻供的准备 我会替我的当事人将案发事实向法庭成述 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为什么不叫被告自己陈述案发的过程 当然可以 好 审判长 我请求当庭向被告致讯案发的过程 公诉人尽量解命恶药提问 王小柱 四月一日 你从监狱出了以后 再到达吴家之前 你和张昌青在中山路上有没有打得过 被告人回答公诉人问题 是 张昌青为什么跟你到吴家 没做够 来找做 张昌青见到王雁之后 跟吴家的人发生冲突了吗 张昌青为什么偏偏对王雁动手动脚 故意羞辱 请回答问题 请问 你以为王雁是我的女人 你认为王雁是你的女人 张昌青侵犯了她 也就是侵害了你 所以你按捺不住 用从中山路带回来的铁签 沈判长 公诉人的提问 明显带有主观推测性成分 好 那么我简单明了 你在吴家 有没有动手打张昌青 打了 那么吴家在场的人 有没有动手打张昌青 打了 吴家的人 为什么要打张昌青啊 这事 就这么完了 告诉法庭真相 不是 不能就这么完了 刀子 还没完 黄小树 吴家在场的人 有没有动手打张昌青 没有 那么张昌青是被谁杀的 我 刀子 你为什么要杀张昌青 谁都完了我就杀谁 这么说你是杀人凶手 我 我是 没有别人 没有 刀子 别喊了 我跟他们没完 王小树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有我在你怕什么 我改变主意了不行吗 是 王小树 你今天可是第四次 对案情供认不讳 法院会根据你的供认 做出合理公正的判断 我是 我 从小树 不在 审判长 请准许证人吴雷上庭 传 证人上庭 钱给忘烟了 存在卡里边 一共两百万 前天我就给他送去了 他怎么说的 当时小雨也在 他就给接过 我是问你 他怎么说的 吴雷 上庭 请问您 刘亚 证人宣示 我将就我所知道的案件事实 向法庭如实陣述 并如实回答双方当事人 及法庭的提问 绝不作伪证 如故意隐瞒 歪曲事实 甘愿接受法律制裁 证人回答 诉讼双方提问 我没有问题 证人乌雷 四月一日 吴家大院发生密案的时候 你是否在场 我在 那么打死张昌清的人 今天在不在法庭上 不在 你认识王小柱吗 见过 四月一号那天 那么 到底是谁打死的张昌清 我弟弟 乌鱼 证人乌雷 你刚刚向法庭宣誓 不作为证 如果 你故意歪起事实 我甘愿接受法律制裁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有意思 非要把 自己的弟弟 往火坑里边吞 人是我杀的 听清楚了 是我 这事儿完不了 我不想出去 你们谁都奉向太平了 证人退庭 审判长 证人的证词说明我的当事人是无辜的 我怀疑这个证词的真伪 你为什么不怀疑材料里笔录的真伪呢 王小柱对于吴雷来说毫无意义 可是吴雷能够在法庭上面证明自己的弟弟有罪 说明了他对法律的尊重 传第二证人到庭 证人宣誓 证人宣誓 我将就我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向法庭如实陈述 并如实回答双方当事人及法庭的提问 绝不作为证 如故意隐瞒外弃事实 甘愿接受法律制裁 证人余彪 四月一日案发的时候 你在不在现场 在 那么你知道 张长青是被谁打死的吗 吴雷 余彪 你要对你的证词负法律责任 我知道 事实已经很清楚 王小柱没有杀人 请证人离庭 我请求延期审理本案 证人不会无故指认自己的亲人 王小柱不会无故承认自己杀人 本庭最后一次问王小柱 本庭最后一次问王小柱 本案的凶手 到底是谁 吴雷 本庭在问被告 被告回答问题 刀子 Peru 二次跟叢阳 ON庭法律 入联农尺 背告报答案 本庭裁决 原案驳回 由公宿坊检察机关 协助原办案公安机关 再做补充调查 闭嘴 喂 多死 死还不容易 勇壮啊 吴总 要知道刀子会在停下 承认自己杀人 当初就不应该把消息 别说了 让我想想啊 错有错的路 你去把车开过来 是 您等等 没有你 我不会改变政策 你是有身份的人 没有 也不会蠢到向法庭撒谎话 你说得对 瞒终究不是办法 在法庭上面说谎 是伪证罪 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 不过我跟你明说了吧 我扛着呢 是为了小宇 刀子扛着是为了钱 按理说呢 我跟于彪已经都作证了 刀子什么都得不到 可是在前天 我已经把钱交给了王雅 两百万 看在 他在我们家这么多年的份上 钱我不准备要 你怎么要 这个案子呢 还会再调查下去的 如果你还接着干下去的话 请你告诉刀子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早早结案 今后他跟王雅 怎么样 钱怎么分 不要再牵扯到我们家了 再烦就恶心了 在 在这个之前 我对你有什么试镜的地方 别往心里边去 把自己的弟弟给交出去 料得谁 心里都不好说 我说话也不好听 别跟我计较 吴鱼等于是让你给牵出来了 他本来就有罪 我推测 你正是 他这个状况会坐牢吗 现在说他的量刑还太早 公安机关会重新调查 那 你还会管下去吗 我不知道 按理说 我该恨你 没有我真凶一样藏不住 你要是有火 露不住 冲法律下去 但是我劝你还是悠着点 照你这么说 你代表法律了 我代表不了法律 我只是执行法律 遵守法律 谁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下 这刀子碰上你 算他有福气 碰上你也是他的福气啊 供出自己的弟弟不说 还倒贴给王阳二百万 你的气度大的真是有些离谱了 你是什么意思啊 夸你 其实你算起来也算是个好人吧 除了盛气凌人 还有太有钱 一个替你们家招惹麻烦的保姆 都能够拿二百万走 我估计说出去都没人信 你 今年第一个补充调查的案子 还得有检察院跟我们一起办 光手头上得找事 就忙不过来了 崔队 依我这案子呀 就让检察院主办 我们协助得了 反正也就是两个证人翻供 无非是找他们 俩合适一下对不对 最多到现场做个模拟勘查呀 你都明白 这时候原型不是您主办吗 你说什么呢 明白你接手 我啊 我不成啊 崔崔 吴刚得回避呀 要是复审下来 还是吴雨 我脱警户回家 你看这事儿闹的 弄了咱们 咱们磕的孙强调后行 tecai 崔队 我说的都实话呀 吴刚 上哪儿去啊 回家呀 晚上一起吃饭 我请 干嘛 崔队要安慰我呀 谁安慰谁啊 我心里还不舒服呢 这案子要不是因为我 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因为你才不怀疑无语的吗 你面子怎么这么大呀 有点吧 我知道你注意过我弟 后来他在医院又出了事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拿办案当人情的 错了就是错了 重办就是了 我告诉你 臭女队认识 托你警服 不为过 崔华 不是 崔队 你这嘴从来就没饶过人是不是 晚上一起吃饭 行吗 我说了 我不需要安慰 臭美吧你 组织上找你谈心 去不去 我一直找电脑 那你拿到什么 你就要是する 我怎么应该还是让你 我去跟她打开 你跟她打开 你不 wi 我怎么还要 海外 你干什么呀 你不需要 如果你再说 你没想到 我也得把这案子查清楚 今天我们家聚餐 老爷的有话要说 法天上怎么说啊 说了 是谁 结果还是笑语 别跟我说其他的 我只想知道结果 检察院这几天 把我跟预告照过这几次 主要是为了核实证则 公安这边呢 协助检察院重新调查 我要后果 何时候开梯 小语复兴 小语复兴 小语有可能保卫这一吗 定情明白了 你刚会在局里面 要说人脱了 我脱不了人 怎么脱不了 查识是小语 直系家伙犯罪 我得脱警服 那你就别干了 到我东方公司来 我正缺帮助 我去了给你添乱 添什么乱呢 有什么乱添什么乱 有你这么跟哥哥说话的吗 心里难受 事情已经这样了 难受也得受 我要故想受了呢 都是一个家门的 叫什么劲 不想淡着不就完了吗 谁替谁淡着呀 你说呢 哎呀 行了 还不如不让你们回来呢 你要更清静些 我也是后悔 早知现在何必当事 我刚好 你大哥在法庭上 说是小语 心里头也不舒服 要说难过 他心里比你难过十倍 小语已经这样了 我真不希望 你们兄弟之间 再闹骨骨骨骨 不过跟你大哥说对不起你 爸 爸 父亲也感谢你 大哥 以后啊 别老跟我过不去 退一步海阔天空 又没人逼你 爸 我把人还要说不清楚 就在家待这活啊 我们随着也找个谈话 文艳儿 你和我大哥的事 我大概岂能才明白 他再过分也是我大哥 你说对吧 你不说呢 是什么事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 你这么憋在心里头 对咱们谁都不好 那天小语悲壮在医院 我什么都跟你说了 你忘了 你光说有什么用啊 没用 我就不说了 王雅 你看 你刚开始说是刀子 后来你又暗示我是小雨 现在你又说是我大哥 这里里外外 都是你张张嘴 是不 其实我说不说都没什么意义 你心里特明白 我清楚什么呀 再怎么着他也递有证据 对不对 你希望我有证据吗 在外面做警察 你是要证据的 可是进入这家 你怕有证据 我怕什么呀我 我没证据 我跟你一样 都是乱猜的 只要这家还能 容容得下我 我没别的想法了 我就是想着 对吴败好点 对小雨好点 我还会放过 哪有证据 我会有证据 我可以走了 小语啊 后院电脑里的硬盘在哪儿 你别瞒了 你没事大哥都知道 盘在哪儿啊 王爷 在玩意儿呢 王爷 干吗 不许喝了 我不干活你也管我 你就欠管 今天不许管 行吗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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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计 再来四瓶酒 我陪你喝 你 你就不像个女人你 少废话 女人干什么呀 女人 小毒鸡城 尽临忘义 满嘴都是实话可一句真都没有 看着她可怜兮兮的吧 可是拿着也不是捏着也不是的 你就让她滚蛋 她就在你眼前就这么晃 晃晃晃得让你揪心 这就是女人 是吗 说谁呢 你啊 在你的眼里 就俩女人 除了我 就是王爷 谁跟你说的 我就这么没本事 我就俩我 你说王爷的吧 一个半 你是那半个 你没他们那些坏毛病 你骂我呢 你还是夸我呢 我夸王爷呢 我